金融市中元祭慶典迎來第170週年 是北台灣具有相當意義的民俗慶典之一 而遊走在金融的街道上呢 隨處可見相關活動的主視覺設計 而本次的主視覺設計呢 是由吳建民總監所設計 2024這一年 甲城金融中元祭是15個宗慶會新一輪的輪值開始 金融市文化觀光局也推出新的icon跟主視覺 嘗試將記憶與情感圖像化 我覺得它這個主印象的部分 看起來就是有今年符合今年的 2024年的一個龍的一個效果 一映入眼簾我看到的第一個最抓住我眼球的 就是中間正中間的那一個 竹浦坦的那個房子的圖樣 還有看到就是每年就是竹浦坦都會有三排 滿滿的三聲就是給好兄弟們享用的 這個饗宴的那個畫面這樣子 主要是我覺得整個色彩啊 像是黃色紅色橘色其實都是蠻 在對我來說就是很像是 兒時就是去看竹浦坦所看到的顏色 對那我覺得也蠻符合我心目中 基隆中元祭我所帶給我的感受熱情 還有它的色彩這樣 今年的主視覺設計師為多次融獲 國內外設計大獎的藍本設計顧問 有限公司執行長吳建民設計 從父母生活所在的基隆 融入中元祭對世間萬物的包容進行發想 那個台灣的這個最北部的基隆 當作是一個龍首的概念 那基隆又用吉隆的這樣一個諧音 吉地興隆 那吉字的標誌就運用在它的臉上面 所以在這個視覺上面呢 我們希望呢 在第一眼看到它就是吉跟龍 可以有這樣的一個諧音 讓大家聯想到基隆 那就來基隆 吉隆來 所以希望這個一個好的寓意 那第二個呢 我們在主視覺裡面呢 我們把這一次的整個祖譜坦的視覺 還有我們的三連桌 還有我們的水燈 那在整個視覺上面都把它運用在上面 那頭跟尾的這個地方看得出來 很像我們拜拜那個寶貝的造型 那其實底座也是有蓮花 其實中元祭它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慶典 那也期待就是能利用這個設計的能量 那為在地去做創生 其實在這一次的中元祭的規劃當中 我們也是用這樣的心情來執行這個視覺案 整體設計將祖譜坦水燈頭 看桌 看身 引入燈籠都融入其中 此外又圖形帶入基地昌隆 祝福與慈悲的蓮花 演繹中元祭的族群融合 悲天閩人 博愛普世的核心精神 除了看到170週年 中元祭熱鬧的慶典之外 還能看到許多青年對於家鄉的貢獻 希望可以藉由這樣的舉動呢 喚起各多青年回鄉來做在地創生的眾事 高明記者蔡啟宏 金融市人愛吃財寶報導 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regression